哈囉,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要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樹脂棉 那這種東西就是 我們經常看到的 就是我們如果養這個 養魚 或是我們做魚菜工生 經常會用到的 一般來講 它都是在做過濾的比較多 那這個樹脂棉 這個厚度 大概就是2.5到3公分之間 因為它這個是有 有這個彈性的東西 所以不好量 大概就這個厚度 2.5到3公分左右 那 樹脂棉它的 這個寬度 這個寬度大概 就是150公分 那 像一般個人如果說 沉澱過濾啊 消化槽啊 你大概像這種150公分 你剪一個 一馬長大概都夠用了 我想這個 一般人都經常會用得到的 的東西 也許你已經有在用了 那 至於說 剛要做這個 過濾草的人 那我們就是會跟 跟各位啊 介紹一下 就是可以用這種 大概 3公分左右的這個 樹脂棉 就這樣子 好 以上呢 簡單的介紹 這個樹脂棉 謝謝各位觀賞 掰掰